今天要谈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房屋问题的增长和解决的办法 我们会看到很多房屋问题的表象 现在的问题已经出来了 我们要探求一个真相 我们才可以去解决问题 坦白来说,澳门所有房屋问题基本上是源于高楼价 而这个高楼价已经远远脱离澳门居民的购买力 十几二十年前,京屋是不受欢迎的 有很多京屋在很优惠的情况下才有人去买 为什么呢?因为京屋和私楼可能差几万 在我小时候就是这样 近年我写了很多文章批评高楼价 希望政府一定要重视高楼价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高楼价会衍生很多社会问题 继而摧毁一座城市 会令到一个城市发展缺乏活力和朝气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房屋是一个生存、一个生活的必需品 而中国人对房屋、对买楼情有独钟 所以其实如果楼价高的话 会令到所有人包括我们的年轻人 什么都会求稳定的 一求稳定的话,你就不会去创新 不会去冒险 不会去创业 更加就不会讲什么理想 最重要的是什么? 找一份踏踏实实、稳稳定的工作 所以我们会见到全澳门大学毕业生 也好、工作人员也好、什么都好 他们的目标就是考入政府工 所以每一开位的话 就会几万人去欠十几个位置 最少都几千人去欠一个位置 为什么? 入了公务队伍里面的话 身高良准稳定 至于有没有理想是否适合自己 这些已经不会去考虑的了 第二个就是希望加入去博企 虽然博企可能的福利 就未必是有政府那么稳定 但是都是一个很稳定的行业 但是想不到现在的疫情 也是有些不同了 但是当人人都只是求一份政府工 或者希望入到博企的话 会令到其他行业缺乏了人才 或者在工作的人人心浮动 根本就没有心机和他们去做事 没有心机和你讲什么创新 讲什么理想 讲什么突破 没有求稳定 会令到整个社会缺乏了活力 缺乏了朝气 我记得很多年前 我跟崔世安他们一班人 政府和立法会 整个人去新加坡考察的时候 我就写了一篇稿 因为我们去新加坡考察他们的造屋 我们就有感而发 为什么新加坡人 当然他们的教育 或者语言能力就很强 但是他们因为解决了一个居住的问题 他们的人相对地 是比较勇于向外闯 或者勇于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 求理想去创新 这些才有机会 但是澳门就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新加坡解决了一个居住的问题 看到别人的问题 或者看到别人的解决方法 不禁就有感而发 我当日也写了一些类似的文章 当年的楼价没有那么高 但是预示得到 其实我们在走一条 香港的一条不归路 几年之后 澳门不幸言重 跟香港走了同一条路 就是一个高楼价的路 香港的高楼价 你勉强还可以解释得到 因为它高地价 政府最主要就是靠卖地 就维持着它的财政 但是澳门其实一直都不需要 一直都不是说 靠卖地维生 我们是靠博彩税维生 所以其实我们不需要一个高地价 事实上澳门的地价相当之便宜 我们就是面粉便宜 但是我们的面包贵 我们的土地其实相当之便宜 很多都是十几二十年前已经买下 当年的地价有多高 大家也知道 但是现在建的话 那楼有多贵 其实面粉便宜 面包贵 这个是极度不合理的 现阶段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去做些事情的时候 正如我刚才所说 我们要单位有单位 我们要地有地 我们要钱有钱 没有理由 要澳门人仔做楼奴 这个是 讲什么产业多元 讲什么新兴产业 如果我们不解决一个高楼价高租金的问题 其他那些 讲一下就可以 是没可能会实现得到的 讲到楼价和房屋的问题 过去肯定有很多人会跟你说 当然了 澳门的人口增长了那么多 澳门的经济井氛升发展 特别是开放博彩之后 澳门人收入增加了那么多 或者澳门的土地那么少 单位供应那么少 求过于工 楼价当然升 事实上我们会看回数据 告诉我们 04年的时候澳门是800元 是800元 一平方尺 19年我们已经去到 10400元一尺 我们升了12倍 到底我刚才所讲的因素 是真还是假 是不是他们真的令到我们的楼价 升得那么紧要 我找了很多不同的数据 其实这些都不是什么新东西 因为近几年 港广的问题我都说了很多 只不过是将数据 不停地去更新 原理都是一样的 再看看经济增长 2004年的时候澳门总体的GDP 是850亿 到2019年是4346亿 是上升了4.1倍 再看收入中位数 04年的时候澳门居民的收入中位数 是5600元 2019年的时候去到2万元 是升了2.6倍 我们来看看单位供应量 我刚才也说过了 其实我们的单位数有23万1千个 但我们的住户只有19万7千个 单位数远远多于住户数 19年第四季的时候 我们也有设计中的项目 我们未来一到四年 将会有大约1万3个单位 是可以认识得到 而且19年6月的时候 我们有15,292个空置单位 其实我们的单位供应 是多的 是多过 远远多过我们的住户数 所以为何楼市又会升到12倍 我们会看到的一样东西 就是人口增长只不过是10.1% 单位供应上升了31% 即是可以避免到人口增长的数 我们再看回收入中位数 我们真的很可怜 我们的经济增长有4.1倍 但我们的收入中位数只有2.6倍 而收入中位数和楼价 赤价比呢 是差太远 因为我们的赤价是升了12倍 但我们的收入中位数只不过是升了2.6倍 所以你叫那些人怎么会没有怨气呢 我们要十多二十年不吃不喝 才可以买到一个500呎的单位 这个比例 无论跟香港比 或者跟全世界每一地方比 这个都是一个很惨的数据 澳门肯定是全球楼宇 价格承担最辛苦的地方 正如刚才所说 人口增长、缺乏供应、收入增加、 经济增长 这些因素对楼价一定是有影响的 但这些影响是未至于楼价升了12倍 我们会看回 既然上述所说的四大原因 都不是一个主力的推手 推到楼价升到那么高 到底是什么呢? 有两件事肯定是主因 当然会有其他的因素 但我们今天只说这两件事 第一,就是炒楼 极端的市场行为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偽自由市场 为什么叫偽自由市场呢? 澳门的房地产市场不是一个自由市场 很简单 信息不透明、信息不公平、销售无网管 什么叫自由市场? 自由市场就是 一个消费者会得到相当多的信息 我们没有奢望会和一个发展商 或者和一个产品服务的制造商 他们获得同样的资讯 但我们必须要一个相对对等的资讯 资讯相对平等、相对公开、相对透明 这才是对消费者一个比较有保障的方法 但澳门绝对不是 尤其在一手楼销售方面 资讯良有不齐 尤其在最关键的赤价方面 很多时候都是知不知道 都是不清楚的 相对而言 在二手楼销售的资讯方面 就比较好一点 消费者都可以上网 查一下不同公司的价格 也都可以上财局的网页里面 比较一下同区差不多位置 过往销售的价格是多少 作一个对比 当一栋楼盘开售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它的价格是多少 有多少个单位 今次会推出来 每一个单位或者赤价大概是多少 很合理的一件事就是 二十楼风景好的 或者向头好的 当然它的赤价会比十楼比五楼要贵 十楼不同的向头都好 都是有价格差异 这是很正常 但是欠多少呢? 十楼和二十楼又欠多少呢? 向东南和向西北和向西又欠多少呢? 完全不知道 我们是要去到楼盘 那销售市跟你说 你想买这个单位多少钱? 这个单位多少钱? 记住 你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销售市 你一定是落于下风 这个怎么会叫做一个自由市场呢? 正如我上次那集都说 去超市、去街市 我起码有个APP 我知道大概的价钱是多少 做到心中有数 不是落到去买的时候的销售市 那多少有多少 特区政府的土地储备 实际上比以前多了很多 有足够的本钱去制定一些 长远一点的房屋政策 其实我们要看一个现况 就是澳门现在虽然有二十三万个住宅单位 我们会看到 公屋和私楼的比例大概是二比八 八成是私楼、两成是公屋 特区政府之前交给立法会一个新的经屋法 一个工作文部 设计了很多新的限制 当中规定了经屋永远圣经 我觉得真的有少少本末倒置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要解决澳门人的居住问题 我们不可以只是搞两成的公屋 就想去解决所有澳门人的居住问题 我们既搞两成 我们亦都要搞八成综合来搞 我们才有机会解决澳门居住难的问题 是不是? 我们之前17年都推算过 按当时大概每年如果供应三千个经屋 两千个私楼的话 十年之后大概澳门公私楼的比例 会去到四比六 这个相对好些 相对现实一些 我们当然跟新加坡的八成 住在族屋 即是住在公共房屋 就差很远 跟香港一半人以上住在公共房屋 亦都差很远 但起码我们向前走一步 这么多年来 我都要求特区政府 必须要制定一个长远的房屋政策 而房屋政策 就会包括公屋和私楼 我一直都不认为所有的土地 包括新城田海的土地 或者回收回来的土地 全部都要建立公共房屋 当然我们要留下一定的比例 要建私楼 才可以健康发展 亦都留下土地 未来给更加多的经济活动 经济设施 或者公共设施 留下一些空间 来给澳门一个可持续的发展 不是说所有的土地 都要建立公共房屋 这个是不现实的 但是特区政府必须 要制定一个房屋的政策 到底要建立公屋多少私楼 这个就是真真正正要社会 坐下一起去讨论 去做一个共识出来 另外我们必须要持续供应才可以 另外要规管楼宇销售的手法 这些就是一个很大位的政策建议 正如我刚才所说 为何我们的楼价丰颠度升了12倍 远远抛离澳门居民高的购买力 当中最主要的推手 就是一个炒卖的行为 所以我们要针对炒卖这个行为 作出一些打击才可以 如果不是 只是行那套政策 我们不针对炒卖的行为 作出一些举动的话 这个一定会是一个 事配功半的事情 其实也要澄清一点就是 我们不是说要楼价一声断崖式下跌 当中会衍生另外一堆大问题 但我必须要跟大家说 楼价升到这么高的话 会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 而且你真的信自由市场的话 它一定会爆煲 当天然爆煲的时候 一定是私横遍野的 我们当有能力 当有条件的情况之下 我们必须要将这个计时炸弹逐步去拆 人为慢慢去拆的话 就算它爆也好 没有死那么多人 如果天然爆的话 肯定是私横遍野 到时对社会的冲击更加之大 其实搞这么多 最主要的目的是 希望我们的私楼可以回复 一个澳门居民可以承受的水平 另外就是要还原房屋一个居住的本质 并不是说用来炒 这些其实在内地已经讲了这套政策很久了 当然它实施不了 或者实施得怎么样 是另外一个问题 有些什么针对性的政策 是可以针对得到炒楼这种行为 或者一个房屋政策 具体必须要具备些什么 才为之一个房屋政策 简单的就是 第一,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持续稳定的公屋供应 和一个经屋行常申请 公屋供应如果做到持续稳定的话 它对私楼就有一个抑制作用 市民会有一个预期得到 譬如你每年都有个申请 或者每两年三年会申请一次 每一次会推出三千四千 或者一千两千都好 令市民看得到将来 会叛变得到自己 有没有能力排得到 会有一个心中有数 我会有一个人生的规划 我会有一个比较安稳的心 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现在那种房屋政策 其实就没有政策 就是政府觉得你有需要 要建立的时候就建立 或者是政府喜欢了就建立 不喜欢了就不建立 这个其实是一种掌官意志 圆圆圆圆圆圆 令到社会预期不到的话 是一个很危险的 亦都不是一个房屋政策 应该是有的东西来的 房屋政策必须是一个持续稳定的供应 一个行上的申请 另外我们必须要做好一个 楼宇销售守法的规管 其实香港有了这些经验 他们一早已经做了 很多年前他们已经推出了 一手住宅物业的销售条例 当中最主要的一件事 就是要求发展商要公布更多的讯息 令到消费者掌握一些基本的资讯 这样才可以进入一个相对公平的交易 香港的一手楼的销售条例 我简单来说 其实它有规定的 在公开发售前7天 要提供有关物业的售楼说明书 另外要在公开发售前3天公布一个假单 销售前3天在指定的地方公布 包括开售日期、时间、地点、出售单位数目 以及以何种方式决定 选择单位的优先次序等等 有规有矩 消费者知道越多的资讯 对它的保障就越多 澳门应该要做 一早就要做 至于税务方面 我一直都支持推空置税 或者物业升值税 或者类浸式房屋税 如果你有二套房、三套房、四套房 房屋税会叠加叠加上去 很多人会觉得 推这些税有没有用 其实坦白说 你推一种税的话 作用是有限的 我们必须有一种 用内地的术语叫做一个组合权 有不同的税的话 会导致得到不同的漏洞 即是适动、适动、适动 当你有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税制的话 多管齐下 尽量将那个炒卖的空间 压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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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它或者令到社会大家觉得 楼宇是用来住的 如果你用来投资 小小的投资 我想是没问题的 但是去到炒卖 或者去到谋取暴利 我相信社会绝对不接受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的税制 必须要考虑周全一些多管齐下 才是有作用的 说到这里 亦都可能会有人说 有没有搞错 澳门是一个自由经济 什么都用市场去解决 但是我对不起了 我都必须和你们说 我是学经济的 我亦都很崇尚自由经济 亦都很相信市场的力量 很相信市场的无形之手 但是这是对一般的产品 一般的货品 这是最好的方法去分配资源 但是房屋不是一般的商品 房屋是生活和生存的必需品 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过行政手段 去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生存权利 这是没得说的 正如我经常举例子 黄金和鑽石的价格不断上升 但是社会有没有出声音 有没有叫你去压制黄金 或者鑽石的升幅 没有 为什么房屋升得这么厉害 社会会这么多怨气 因为黄金和鑽石 这些不是生活的必需品 这些是奢侈品 没有和有是无所谓 影响不到你的生活 影响不到你的生存 但是房屋不是 房屋是一个生活的必需品 我们不可以将房屋这个问题 将生活基本权利的保障 完全交给市场去解决 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另外 也很坦白说 我也觉得增值税 空置税 不是一样受欢迎的东西 如果作为一个自由经济 或者一个自由市场的追随者 是不应该有这些税 但是为了保障 一个居民的基本生活权利 这些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如果市场是健康的话 你大可以将这些税归零 立了这些税 即是给了政府多一个手段 去调控这个楼价 为什么不好呢 如果没有一个很长远的规划 没有一个好的房屋政策 任由长官以致去做一些公认 或者做一些临时的应对 始终都是一个解决不了问题 都是一些头痛衣头 脚痛衣脚的事情 希望他说清楚 到底你未来的房屋政策是怎么样 未来的蓝套是如何 亦都希望 当政府有一个总体规划的资讯 或者一些夹心阶层定义的资讯的时候 社会大众就必须要 踊跃发表你的意见 因为房屋的问题 整体规划的问题 是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发展 记得踊跃发言 好了 今天就真的讲到这里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给个like我 如果觉得这段影片有用的话 就分享给你的朋友 记得大家多讨论一下公共政策 多提意见 好了,拜拜